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必要性在哪里 哦 资产阶级法权 我们在资本里社会看到的多了 你比如说是按风险分配 对吧 就是按资分配 这都是资产阶级法权 就是说资产阶级法权 实际上就是说 在资本里社会 人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 你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现象 你看 官僚腐败 大家都是义愤填膺的 但是马云挥霍 那是他的 没有人说 你凭什么挥霍这么多 你凭什么享受这个享受那个 因为大家认为 这个私人资本 他自己挣着 对不对 所以这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权利呢 不一定是直接是法律赋予它的 因为这是翻译问题 这不是说right 这个right就是说理所当然的东西 就是人们在认为这是你理所当然可以享受到的东西 享受到的权利 所以后来把它翻译成资产阶级权利 其实呢不管你怎么翻译这个词 我的理解呢就是人们认为普遍的认为天经地义的理所当然的东西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人们对这个马云的消费和官员的消费态度是完全不一样 这就反映的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东西 就是认为天经地义的 人家正的 对吧 所以你看按公邻分配 公邻越多的应该工资越高 职位越高的应该享受越多 受教育越多的就应该收入越多 所有这些呢在阶级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边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 他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马克思讲的就是说按劳分配这个资产阶级法权 在他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也就是社会主义时期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这个权力呢不是你想怎么做就随便就怎么做 他是有时有时不可抗拒的 人们的意识形态里边就这么认的 而且这个意识形态和他的生产力的关系 生产水平有直接联系的 所以按劳分配这个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得不遵守的 但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法权是完全可以剔除的 你比如说按官分配 这个其实呢人们在官员里边 老百姓里边有可能也认为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如果你废除了按官分配 老百姓不会起反抗的 你要废除了这个按劳分配 老百姓会造反的 所以这是个差别 就是说虽然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理所当然的 但是他会不会跟你拼命 还是有差别的 你比如说受教育高的人应该多拿钱 在知识分子里边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知识分子是人口的少数 你为了团结他们改造他们 那么你对旧的知识分子给他高心智 完全可以 但是社会主义时期培养出来的新的大学生 新的这个知识分子 工人阶级知识化 知识分子劳动化 那时候你就不需要继续捍卫他 所以哪些可以废除 哪些不可以废除 哪些要逐步的废除 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去看 它是不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 你比如说在浮夸风共产风时期 那么这个为什么对生产力破坏很大 对这个为什么导致三年所谓困难 自然灾害是一部分 但是浮夸风共产风确实破坏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所以你要是在有些自产积极法权 你要把它破除了 它会有代价的 那么代价也是特别大 但是呢你像这个按教育年限 按工龄 按教育年限 毕竟知识分子少数 你要是年轻的知识分子 大学毕业以后 你不给他高期 你给他比工人高一点 但不高好多 他的积极性问题不大 老的知识分子 那肯定不会反对你的社会主义社会 那么干部 干部呢 他是认为这个职务越大 这个责任也高 他的这个工资金应该越高 就是按责任 按风险 等等去分配 按职责去分配 官员当然喜欢了 但是呢 我们完全可以废除它 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 也证明了 废除它并不影响干部的积极性 你像这个王洪文 这个陈永贵 吴贵贤 一大批 从工农里边 到中央去的干部 他们的积极性 并不是因为他工资不高 他就影响了 所以呢 哪些 这个资产基法权 可以废除 或者可以限制 哪些还必须要维护 只能在实践中去探索 有一个目标 有个想法 去探索 然后呢 这里边要看 他到底是有助于 这个生产力的发展 还是 有损害了 生产力的发展 所以那些坚决捍卫官僚特权的 他们捍卫的 其实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 他是捍卫官僚特权 你可以看 改开以后 中国的经济增长 是大倒退啊 你别看这个 这个 消费品上去了 但是 重工业 基本上停顿了 那有80年代 90年代 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增长 所以 这些人呢 还是从 自己利益出发 他捍卫官僚特权的 所以我们把 官僚特权 和 这个暗牢分配的 这种官僚特权 要区分开来 我觉得这也是 就是说过去 在矛盾时代 没有 明确的把 这个暗牢分配的 资产阶级法权 和暗官分配 按职责分配 按风险分配 还有其他各种 资产阶级法权 没有把它 区分开来 笼统的去做 结果呢 就很难 抓住 要点 你像 齐本宇他们 当时也参与过 怎么去改革 这干部的 这个 工资制度 他们 强调的是 这个级别 每个级别 多少 这个 待遇的多少 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他谈到这个 但是呢 这个呢 其实 问题不大 问题不是 拥有级别 而是 你是不是 升官就发财 你是不是 罢官就破财 这才是重要的东西 所以 人们对这些东西 认识有个过程 当时 没有把这认识到 那么我们 当时为什么 升官不发财 罢官没破财 当时就是说 这些问题 放到运动后边 再处理 所以呢 有的东西就是说 这个 当时他不能说 你工人进了 国有会 马上就把你的 这个待遇 给提上去了 也不可能 把那些 后边站的干部 马上待遇 就下去了 那动荡太大了 所以 他是一种 权益之计 权益之计 就是风动 谁都不动 工人的不动 干部的也不动 这个权益之计 后来证明 是非常 他的作用 就证明了 升官不需要发财 罢官不需要破财 所以 我们是考察 这个运动里边 直接出现的东西 去总结 所以 这是我对这个 资产阶级法权 各种类别里边的 怎么去区别对待的思考 关于资产阶级法权 我希望能限制 但是难度很大呀 对 这是一种愿望 你这谈的是一个愿望 你希望应该什么 但是 为什么 凭什么 社会会按照你这种愿望 去做呢 所以你还是要 从分析 这个 它的客观规律出发 阶级斗争 有它的客观规律 我建议你 还是好好研究 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实践 就把你那套想法 愿望 通过文化大革命的实践 去看看 它哪些是可行的 哪些是属于顶层设计 维新主义的 因为这个 我们看到的 就是只要你还是 存在着这个 按牢分配 你只要是按照按牢分配 那么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首先考虑的 还是自己的分配 哪一部分 所以呢 从全局利益出发的 只能还是少数 如果大多数 都是从全局利益出发 那么我们就可以搞 按需分配了 那就不需要先锋队了 但是如果你只要还是 按牢分配 那么必须有一部分人 把他的这个 奋斗目标 不在于自己多分配 而是在于 捍卫无产阶级专政 捍卫全民所有制 这必须有一批 从全局利益出发的 这才是先锋队的本质 先锋队是工人阶级里边 为阶级的利益 而不是为个人利益 而奋斗的群体 所以你不能抽象的去 去看 看到了这个先锋队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要从这个 整个他的矛盾 本身这个矛盾 在社会主义时期 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最根本的 就是说你 你需要 无产专政是什么呢 他就是拿枪杆子 捍卫 全民所有制 所以你必须弄清楚了 这个无产专政的内容是什么 专什么呢 他就是要捍卫全民所有制 所以全民所有制 就是要生产出来的东西 整个生产资料 整个都是全民都有参与的权利的 反正在这个问题 我们在托派纲领批判里边 讲过多次 可以参考这些里边去看 谢谢你 感谢观看